每日神话 在你们中间做的这些工作 是随着工作的需要 做在你们身上的 把这些人征服之后 还要成全一批人 所以现在的许多工作 也是为成全你们而预备的 因为有许多可目真理的人 能被成全 假如在你们身上 就做一步征服的工作 以后就不做工了 那样一些可目真理的人 不就得不着了吗 现在的工作 是为以后成全人开辟出路 虽然我做的工作只是征服 但我说的生命的道 仍是为以后成全人而预备的 征服以后的工作中心 就是成全人 征服也是为了成全而打基础的 人被征服以后才能被成全 现在主要是征服 以后要成全那些 寻求可目真理的人 被成全 涉及到人积极方面的进入 你有没有爱神的心 你走这条路 经历到什么程度了 你爱神的纯洁度 到什么程度了 实行真理的准确度如何 要达到被成全 各方面的人性常识 得具备 这是个基本条件 被征服以后 不能被成全的 都是效力品 最后还得下硫磺火糊去 还得下无底深坑 因你的性情没有变化 还是属于撒旦 人不具备被成全的条件 就没有使用价值 就是废物 是工具 经不起火的试炼 现在 你爱神的心有多大 恨恶自己的心有多大 认识撒旦的程度 到底多深 你们的心智加强了没有 人性生活 是不是有规律 生活有变化了吗 有新的生活了吗 你们的人生观 是否变化 如果这些没变 即使你不退去 也不能被成全 你只是达到被征服了 到检验你的时候 你真理也不具备 人性也不正常 低贱的像畜生 你只达到被征服了 只是我征服的对象 就像主人家的驴一样 经过主人的鞭打以后 一见主人就害怕了 不敢发作了 你就是这被征服以后的驴 如果积极方面没有 只是消极害怕 凡事都缩手缩脚 什么事还看不透 对真理还领受不了 仍然没有实行的路 更没有爱神的心 对于怎么爱神 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 这些都不明白 这样的人 怎么能做神的见证呢 这就证明 你活着没有什么价值 只是一个被征服以后的驴 你被征服了 只能说你背叛大红龙了 你不愿意服在他的权下 你相信有神 愿意顺服神的一切安排 没有一点怨言 在积极方面呢 是不是能活出神话 是不是能彰显神 这些你都没有 那就说明 你没有被神得着 你只是被征服以后的一头驴 在你身上 没有可取的部分 没有圣灵做工 人性方面太缺乏 没法被神使用 你得达到让神厌重你 比外邦畜生 比行尸走肉强百倍 达到这个程度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成全 达到有人性 有良心 才合神用 你们什么时候达到被成全了 什么时候才属于人 被成全的人 才是活出有意义的人生的人 这样的人 才能为神做出更响亮的见证